台北市排球委员会的会长胡金发主持了开幕典礼 林鸿潭等体育界的人士也在这项典礼中致辞 这项比赛分为男女甲乙组进行 四队以内是三心环决赛 乙组的球队比较多 所以采取先分组后心环 因为上午的比赛 男女女女曾经队以2比0打败了体中队 德明队也以2比0敌败了北湘专队 而女子乙组方面 金庄队以2比0战胜了北湘专 金欧队以2比0打败了北湘专